以下是Ernanda在2022年10月29日的传讯 弟兄问 我想要知道那些有关外星人出现 以及外星人科技被隐藏的事情 什么时候会被公开 在2024年时 地球会成为银河团队的一员吗 Ernanda答复 我们是Ernanda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的人在接触外星人了 许多人正在跟外星人互动 例如我们的传讯人Tina Spalding 还有她的助理Carol 都在与外星人互动 要知道这些互动可以提高你们的震动频率 好让你们可以成为银河阻支的一员 现今地球的震动频率仍不够高 所以还无法成为银河阻支的一员 因为你们仍有太多的恐惧 特别是在这两年半内 你们很多的信念被强化与放大 使你们更难成为银河组支的一员 在你们的星球上 有许多人正在增加他们的震动频率 但你们认为他们的那些方法 并不是与外星人做真实的互动 但事实上这就是真实的互动 这些外星人的教导 使人们获得了学习的机会 不过2024年并不会与外星主知 有全球性的接触 地球现金处在混乱时期 当局的腐败会被揭露 谎言与欺骗会被揭露 目前只是揭露的开始 前三年的那些谎言 腐败宣传和恐惧正在发酵中 使得人们现在看到确切的后果 目前人们还在觉醒的过程当中 请了解 只要你们任何一个人 提高了自己的震动频率 你就能与外星人连接 因此你完全不需要担心 全球是否能与外星人接触 你的震动频率 请勿在自己沮丧时 或是当你在恐惧自己的一生时 无聊时 去表达你想与外星人接触的需求 请确保自己每日游坐练习 请确保自己清除了 自己心灵的低震动频率 并且当你表达你想要接触的需求时 请带着你的信任 你就会与外星人有所连接 将来当你进化为一个高震动频率的人 外星人就会直接来与你接触 而那些与外星人同龄传讯 或心灵感应传讯的人们 会成为第一批与外星人有实体接触的人 在你们所谓的真实世界里 会发生这样的实际接触 虽然我们并不认为 我们这样通龄传讯的方式是不真实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给你讯息 我们也一直在鼓励你 你正在这个灵性的列车上 你正在聆听 你也尽自己的权利做到最好 你们当中有些人正在发送美好的画面 有些人正在运用这些传送技巧 有些人则没有 但是许多人已公开的揭露 与外星人接触的事情了 要知道你们的新闻与大众媒体系统 都知道外星人是真的 外星人都会把这些讯息带给他们 这是众所皆知的 只是这一群人阻挡了这些讯息 他们并不希望你们成为银河组织的一员 他们希望人们是没有力量的 他们不希望你们有这些沟通的能力 因为这些外星人的目标是希望人类能进化 且能与外星人接触 但这完全不是这群人的目标 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你 关于外星人存在的事情 所以请不要理会他们 请你持续做练习 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震动频率是高的 请开始表达自己想要与外星人接触的需求 表达你想要收到外星人的讯息 你想要在梦中梦到外星人 梦境是我们利用的其中一种方式 当你们想要跟我们接触时 我们会到你的梦里 在梦里 我们会让你有机会去体验 我们会观察你在梦中的反应 因此如果你的意识 所持有的恐惧信念 使得你在梦中是恐惧的 那么当你在现实中接触外星人时 你就会更加恐惧 你在梦中所经验到的传讯 与你在梦中所尝试创造的经验 事实上就是我们开始与你接触的旅程起点 你拥有自由来与我们开始这个连接的旅程 只要你准备好 只要你真诚的要求 且有足够高的震动频率时 我们就会与你接触 我们是安安达 以上是我们的答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